聪明人看五秒便知如何分开它们,而脑筋不开窍的人,就算玩个五天七天的,也未必找到其中的窍门。 这可不是一般的钉子,传闻这是古人用来开悟孩童一只烧脑玩具,玩法式将它们给分开,是不是看似很简单? 如果你也这么想的话,那真的是大错特错了。 我们先来尝试解一下,按照正常思路,我们往往会本能地尝试在钉子的缝隙处用硬拉硬拽,在缝隙的各个角落不断探索失措。 可是,不管是左边或右边的间隙之处,哪怕您力大如牛,因为钉子之间的缝隙的宽度刚好比钉子之间小一点,使得两个钉子根本无法直接分开。 仔细观察它的整体结构,两个钉子设计的是一模一样,钉子的两个环紧紧缠绕在一起,无论怎么用力,都是分不开的。 这个时候,很多孩子都会因为遇到困难而放弃,那要怎么办了? 其实这个时候就考验孩子平时在家有没有做逆向思维训练。 头脑灵活的孩子一般反应快,善于思考,他会举一反三,另辟蹊径。 仔细看,不要眨眼。 我们先将右手钉子从缝隙处沿着圆环轨道逆视针旋转170度,这样两个钉子的圆环就重叠了。 接着再把右手的钉子再向右翻转170度,此时还没完,再把两个钉子上下抽拉,这样两把钉子就成功地分开了。 现如今的许多孩子放学回家就抱着手机不撒手,导致学习成绩一落前掌。 一对清华大学父母给家里孩子玩了一个月的智力解构玩具。 孩子思维认知能力与专注力都有了很大的提升。 这款智力解构24件套,不但能够让他们放下手机,还能够让他们在玩的过程中获得满满的成就感, 从而激发他们对新事物的探索兴趣,还能锻炼他们的逆向思维能力和独立思考的能力。 选对玩具,孩子受益终身,把孩子用来玩手机的时间用来做这个智力解构,是不是更有意义?